今天浩子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麥法蘭DC的角色 这是所谓的蹂躏者 是所谓的暗黑金属 暗黑宇宙金属系列的出现的角色 算是某个多元宇宙的蝙蝠侠 为了对抗超人 然后把毁灭日的基因打入身体里面 所出现的拥有蝙蝠侠的智慧 跟毁灭日的力量的蝙蝠侠 蹂躏者 盒子打开这样子 然后本人会变成这样介绍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刚拍到一半不小心相机摔到 所以重拍了 后面一样有一张卡片在这里 那本人一样是不拆的 主要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公仔本身 正面这样子 侧面这样子 其实身体除了一些那种零零脚脚以外 其实注意看还有一些衣服的 他就不能穿一件好一点的衣服 有点像 该怎么讲 有点像浩克那种短裤以外 其实身体的部分还有几件衣服 然后手的部分 手的部分都有像那种金刚蓝的爪子的 那种小心爪子 脚掌部分变大 而且脚趾其实有点脏 对 然后正面的眼睛是红色 嘴巴是可以打开 这点我是还蛮喜欢的 嘴巴可以打开 头部可以旋转 这点没有问题 而且旋转角度其实还蛮大的 肩膀的这两个脚 它是完全不可动 但它是软的 所以安全性可能就还算可以 手臂的脚一样是软的 基本上其实看到的脚都是软胶的 这里还可以 手臂的关节可以往侧面推 旋转一圈都没有问题 手肘可以 手肘可以往前推 成这样子 可以推到大概90度 然后另外拳头的部分 也可以这样弯曲 这个关节还蛮紧的 这里还不错 拳头可以这样旋转 然后这边一样 可以往上 然后往下 这边这个手肘一样可以旋转 然后一样可以往前 这个也可以再旋转 都还不错 横隔膜 可动范围 而且我觉得我这一组还蛮紧的 可动范围都还不错 弯的角度都OK 后面这样子 腰 另外也可以旋转 这点还不错 脚掌的 不是脚掌 脚掌的部分 前面这边也可以再往上抬 像这样子 给你看它的脚拇指 前面这样 向上推 脚掌的部分 可以再旋转 这里可以再旋转 这点可动范围都还不错 膝盖 往下推 可是它膝盖只能推到这里 并没有推到45度 只能到这个角度就极限了 会被它自己的脚 脚直层 这个形容值不错 脚直层给自己撑住 脚掌这部分可以动 然后骨关节往前往上推 会把它自己的裤子往上推 侧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关节 里面那种类球形的关节在这里 这样子 这一组就真的是好看 而且其实它这一组 因为照影片感觉不出来 它的身体其实还蛮重手的 其实握起来还不错 分量感十足一组 高度大概有二十几公分以外 横向的宽度其实也还不错 算是所谓的黑暗七骑式里面的 力量 担当 侧面上 侧面上 转一圈 涂装主要就照应原色 基本上是以灰色为主 售价大概台币 我记得好像现在没有六百多 大概七百多块 它应该还找得到 不知道有些卖场会不会卖就是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这是麦法兰的 暗黑金属 柔令者 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